接下来要去敲这扇门 先来看一下这扇门 门背后会是谁呢 我也不是很知道 我接下来就要发挥我射牛的本领 来看一下这扇门背后是谁 然后呢 我们终于可以敲开第一扇一人休息室的门了 敲门敲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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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进来了 进吧进来了 进来了 啊 庄元齐 你的节目效果有点太节目效果了 哦不是节目效果不是节目效果 齐齐齐齐 就是齐齐之前在之前发那个EP的时候 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就是动感101音乐文化筒 It's time 你还是记得我吗 当然当然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个不是节目效果吧 我肯定记得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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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我帮你举一下没事 哎呀呀怎么这么好 这么好 来来来这个齐齐的休息室啊 很不错 大家都在工作中 都在工作当中 那其实很想问一下 今天 让这次的做什么事 在工作中 那我做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次的事情 都会想提高 那我做什么事情 那倒也是啊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还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刚才在外面兜了一圈 然后说随机敲开一个艺人的休息室的门 然后只有你这边开门而已 所以你是第一个开门的艺人 开门红了 果然是一个开门红的概念是不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舞台的配置吗 是不是有乐队 对这一次有乐队的老师有吉他手 然后有咱们的DJ老师和弧手老师 这一次呢还是以音乐为主吧 少了一些就是也没有少 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表演 对但是可能还是音乐本身 什么奇奇怪怪的表演可以聚动吗 还是可以留在就是真实舞台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吧 好的所以大家待会期待一下我们这样一期的舞台 好不好 那我很好奇的是今天先不管今天的休息室 好我知道呢很多艺人朋友在这个休息室里面 都会有一些必备的东西 所以对你来说你的休息室里面 你必须要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休息室里面必须要有什么都可以没有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 下次给张琪准备一个毛坯房 对我就在里面站着 那会不会想说我在开始之前躺一会也好 我已经躺过了 是吧 地下 就是可以随地而躺没关系 因为我 如果是躺的就是随地而躺的话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对的就是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躺下去 是 那有什么开嗓必备的什么喉宝啊什么之类的吗 之前会有吧 然后现在准备热水已经让工作人去准备了 因为今天还好 因为之前可能是因为比如演出的时间会特别晚啊 特别早需要一些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 对在一个晚上刚刚好的状态其实还可以 那今天开早是什么时候开的啊 中午有 中午有走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然后刚才又休息了一下 可能在一会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小时会再准备一下 正式开始前一个小时再开一次 那开嗓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正常的练声啊 这个非常简单 你找一个某某视频平台搜索 开嗓训练 然后就会出来很多视频 随便跟着一条练就好了 因为他们都是特别专业的训练方式 就是不米 对就是弹唇 看到那个是 对对对 弹唇就是放松嘴巴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把自己嗓子打开一些是不是 所以待会儿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奇奇的舞台 因为是一个准备了蛮久的舞台 然后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呈现 以及今天的一生开门红 对不对 非常吉利 没错了 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你的一个综艺 就是权力以赴 其实那个时候直播的时候就是要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告诉大家会参加 前两天我看到你是拿了一个轻量级的 这个金腰带 没错 是不是 是的运气好吧 你当时有想到自己会拿这个金腰带吗 当然有 就是奔着这个区域的吧 如果你目标不明确 就不能拿到这个最后的结果吧 但是我很好奇的事情是 因为我之前有问到陈敏老师 陈敏老师也参加这个节目 我说你这个会说话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 他说我就想用拳头说话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们在这个对垒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不好意思打谁的时刻吗 是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先打一下 不会的 因为你不好意思的时候已经被他打了 所以就是出于那种自卫的方式也得 因为其实竞技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人都要全力以赴的 就跟这个节目很贴切 你真的是站到拳台上你就忘记了大家可能之前是好朋友啊 之前关系特别不错 你光想就可能我为了这场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我要把它用出来 就跟打篮球踢足球其实很相似 对 他就是体育精神 他也不能记仇 对不对 当然 那打完了之后会说say sorr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之类的 当然不会 应该一般打完之后都是互相夸奖比较多 你打得真好 你刚刚应该打得再疼一点 还不够疼 这左勾拳再狠一点 互相夸奖对方特别不错 那下了比赛之后会有那种手痒的时候 哎呀好久没打拳了 就还会接着训练啊 就平时我也会训练 但是有可能工作比较忙 就去的比较少 但是在工作间隙的时候 还是会自己抽空去锻炼 那你可以打我一下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我就 就是 那我变了吧 就是模拟一下出拳的那个状态 出拳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要求 哈哈哈 令人头疼 哦好帅 我这根在那个 打到应该就是好痛了吧 对对对 还好我闪得快啊 就是 是 哎 这可能在boxing舞台上和你穿成这样打拳那个状态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是 好那我其实很想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呃 接下来的新歌有没有什么计划吗 因为粉丝也一直在 对 因为EP其实已经完全的已经进入到最后尾声阶段了 EP的意外两首歌本来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嗯 对然后可能现在稍微的改修改了一下时间 但是还是会和大家见面 你就在最近 所以 哎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哎 这个时间是 十 十点 没有 十点秋八 没有没有 好好好 我就觉得今天呢 是在我们这后台区 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探力的活动 因为知道今年其实没有观众嘛 没错 所以其实面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你到时候在舞台上可能会听不到掌声和尖叫 对于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应该会有罐头 罐头掌声 因为我其实觉得还好吧 因为我们也之前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录制 嗯 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 嗯 大家防护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就是在视频 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快乐表演 在大家既安全快乐的同时 又能够享受到节目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就是当大家都准备得更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更好的相聚 是不是 对 到时候张岩琪的新歌也发了 对不对 对 就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了 好了 那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期待一下张岩琪的表现哦 谢谢 谢谢 谢谢琪琪 竟然会有这么怪的主持人 有那样的要求 拜拜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了 好啦 好激动啊 我们终于秋开了一扇休息室的门 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下我们这休息室是什么样子 因为根据一些疫情防控的需求 所以其实艺人们在休息室就真的只能休息了 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准备一些自己的舞台和开嗓 你没想到的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